1比3加拿大,丁霞失望,姚迪被忽视,日本队只差5分,最差之人被揪出 北京时间5月18日,中国女排迎战试联赛的第三个对手,加拿大女排 在前一场女排奥运会直通赛中,中国女排曾意外输给加拿大女排,错失了直通车的资格 这一次两队再次交分 比赛开始,加拿大女排的发球表现出色,帮助她们以25比22赢得了第一局 随后中国女排追回比分,以25比20赢得了第二局,将比分扳平为1比1 然而在第三局,当吴孟杰的一船受到对手的针对时,蔡兵指导未能及时调整 导致不仅一船出现问题,进攻也受影响,最终导致二船问题出现 中国女排以23比25输掉第三局,大比分被对手领先为1比2 在关键的第四局,中国女排曾一度取得领先 但在关键时刻被对方的发球压制 加拿大女排以25比22赢得第四局,最终以3比1战胜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在输掉比赛后,积风遭到扣除 与亚洲第二名日本女排相比,我们的积风差距缩小到5.5分 日本在连胜土耳其,保加利亚,德国后 令人失望的是,中国女排几乎以全主力出战 却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无法解决 随着日本队连续取胜 中国女排输球后的世界联赛战局变得更加严峻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更多改变 否则可能会陷入危险境地 回顾这场比赛,究竟该责败谁呢? 是丁霞吗?丁霞在场上表现不佳 未发挥出二船手应有的作用 凋零雨又如何?凋零雨状态下滑 但不能完全归咎于他 因为一船环节存在问题,二船也难以施展 今天的比赛结果令人非常失望 问题一如既往地出在蔡斌指导的管理上 首先在人员选择上存在争议 姚迪积极寝占却被忽视 而年轻的徐晓婷虽然表现出色 却被蔡斌排除在队伍之外 其次是比赛战术的调整 一船是球队的生命线,二船是灵魂 而蔡斌指导明显未能解决这两个基础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李盈盈的个人得分能力外 中国女排显然缺乏整体进攻能力 因此蔡斌指导在阵容安排上仍需进行调整 她应该为这场原本应该取得胜利的比赛负起责任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